七彩期,探究彩虹的多彩之美与科学原理,解析彩虹的形成和颜色原因引颜,彩虹那绵延于天际的七彩之桥,一直以其美丽而神秘的存在,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彩虹所呈现的七种颜色,从红质子,构成了一幅壮丽的自然画卷。 然而,这七种颜色的形成并非来自魔法,而是基于科学原理。 本文将深入探究彩虹的形成机制、七彩色谱的原因,以及人们对彩虹的文化和象征解读。 1. 彩虹的形成机制 1.1折射与反射,彩虹的形成源自光的折射和反射。 当太阳光进入水滴内部,经过折射和反射,产生光的分散效应。 1.2内部反射,光在水滴内部不断折射和反射。 最终从水滴的背面折射出来,形成光谱。 2. 七彩色谱的原因 2.1折射角度 不同颜色的光在水滴内部的折射角度不同,导致光在水滴内部的反射次数不同,产生颜色分散。 2.2不同波长,光的不同颜色对应不同的波长。 而波长的差异导致光的折射角度不同,进而形成七彩色谱。 3. 彩虹的文化意义与象征 3.1神话与传说 在不同文化中,彩虹都被赋予了神秘的意义,被解读为神奇的桥梁、幸运的象征等。 3.2多元文化解读 彩虹象征着多彩多姿的世界,也代表着和谐、希望和包容。 4. 神兽世界各地文化的喜爱 4. 科学的美与惊奇 4.1光的性质 彩虹的形成揭示了光的玻璃二向性 以及光在不同眉质中的传播性质 带来对自然界的更深入了解 4.2天气与观察 彩虹的出现通常伴随着阳光和雨水 观察彩虹不仅为人们带来视觉的享受 也有助于预测天气 结论 彩虹作为大自然的奇迹 是了光的波动性和自然界的科学原理 七彩谱的形成在科学中找到了解释 同时也启发了人们对世界多元性的感悟 无论在文化解读还是科学探索中 彩虹都是一种美丽和惊奇的象征 将永远在人们心中散发着色彩的光芒